租屋最大風的漏水問題 尤其在浴室裡面 滴滴答答相當老人 網路上有個房東說 只要一根就可以取得問題 而這一根竟然是 一把雨傘 天花板已經出現臂癌 房東站在梯子上 還想用塑膠板把漏水引走 想省錢方法太簡陋 當然失敗 最後房東竟然建議 帶雨傘上廁所 讓網友好崩潰 只是租房買房 漏水糾紛 永遠排在第一名 不只鄰居間傲氣 房東 房客更常爆出火氣 原則上就是說 以腰部以下的漏水 是自己這個樓層的問題 肩膀以上的漏水 是樓上的問題 看在專家眼裡 抓漏水只要釐清源頭 其實很簡單 一般出入抓漏洞 生活管線以及脊水管線 來找出漏水的原因 像這種忍熱混合型的水溫頭 這個透過用簡易型的 熱像儀來做檢測 熱水孔的出水孔 它在牆壁的內部裡面 已經有漏水了 常見釀塵漏水的情況有三種 一是天災暴雨 二是租屋房東不肯修 再來就是左鄰右舍擺爛 而其實漏水不處理 可依法連續開罰 一次3000到15000元以下 只是為何這些糾紛的市主 卻遲遲不肯修繕 變成客戶有可能會花兩次錢 甚至三次都還不一定找到原因 多少錢可以幫你修到好 就是責任施工這樣子的話 應該是比較不會有糾紛 一般人觀念著水利工或泥做 就等於抓漏 花了冤枉錢卻治標不治本 漏水問題瞧不定 左鄰右舍就容易傷感情 記者黃天耀 周光展 新北市報導 現在女 summer 開罰